今天接着上一个视频 继续给大家介绍吉隆坡的美食 位于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也就是TRS金融中心旁边的新丰肉骨茶 肉骨茶是华人下南洋的时候发明创造的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 由于不适应吃热的天气 不少人因此患上了风湿病 为了治病去寒 华人先贤用各种药材 包括当归、枸杞、党参等来熬药 由于忌讳而将药称为茶 有一次其中一人偶然将猪骨放入茶汤里 没想到这汤喝起来十分的香浓美味 风味独特 因此发明了肉骨茶 新丰肉骨茶是吉隆坡比较著名的一家 肉骨茶分干和湿的两种 简单来说就是干肉骨茶不带汤 强烈推荐这家炒的拉拉 非常的新鲜和美味 人均消费在60元人民币左右 味道还是不错的 来吉隆坡旅游 肯定要去双子塔和周边转转 双子塔下面也是一个商业中心 由于销售的商品 主要以名牌奢侈品为主 价格都比较昂贵 我们也没有怎么赚 里边的餐厅也比较少 我就给大家介绍两家 我们正好有些事情办 偶尔路过的两家饭店 一家是成立于1958年的马来西亚餐厅 一家是做麻辣香锅的川菜馆 这家马来西亚餐厅 位于安邦路和敦拉萨路 十字交叉口东南角的一个商场上边 距离双子塔一点多公里 走路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 当时我们在附近办了点事 正好路过这个商场就上去转了转 这个商场最大的特点就是 商场中间的天井里 长着一棵很大的树 看着非常的壮观 围着这棵树我们转到了五楼 正好看到了这家成立于1958年的 马来西亚餐馆 餐厅门口看过去就与众不同 应该是马来西亚的民族风格 充满了伊斯兰教的特点 既然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 那也就品尝一下正宗的马来西亚餐吧 点了一些马来西亚的小吃和烤肉 主食是马来西亚的一种汤面 马来西亚菜的特点就是香 辣甜 各种酱料非常的多 味道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就点点小吃 没有点大餐 每人平均下来 大概50元人民币左右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餐厅 是蜀国印象的川菜馆 这家还在经营麻辣香锅 位置离双子塔很近 走路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当时也是在附近办了点事 在往双子塔下面的地铁站去的时候 正好路过他们家餐厅的门口 当时正在下雨 为了躲雨我们准备上去尝一尝 当时是下午4点多不到5点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饿 看了一下菜单也不知道吃什么好 最后就点了一份 他们推出的新品麻辣香锅的二人套餐 这个香锅拍出来看着不多 实际上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这是我们的点菜清单 可以点八样菜四素四荤 还送主食和饮料 两人只需要29.9并级 最后结账 家商税也就是50人民币多一点 味道也很不错 真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环境也很好 坐在这里欣赏吉隆坡的雨景 也非常的惬意 在吉隆坡中华美食最多的地方 还要属有中国城之称的瓷场街 街道两边都是各种小吃和饭店 最后我们去了位于瓷场街中心的金莲祭 主要是想去尝一尝这个有百年老字号的最有人气的炭炒福建面 上来一看黑乎乎的 一尝味道还真不错 又点了脆皮烧肉 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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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 三点多公里,开车需要七分钟的时间,如果堵车就不好说了,小吃广场马路的对面就是中华辟致华小,在导航上输这个华文小学也可以,这里的小吃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物美价廉,绝对不会让你踩坑,在这吃过以后, 你就不想再去亚罗街和磁场街了,因为你在磁场街50元人民币才能吃到的东西,在这里30元人民币就可以吃到,而且味道更好,品种也更多,好吃的太多了,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了,有机会你亲自来品尝吧, 这里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如果节假日或者星期天过来,人会非常的多,很难找到座位,里边没有空调,空气有点闷热,如果你是一个吃货,当品尝到美味的小吃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值得,好的,吉隆坡的美食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